在昨天的节目中 邓家大姐和五弟为了一套房产展开了激烈的争议 邓家大姐认为这是父母留下的遗产 应该归子女共享 而邓家五弟对此不予认可 他坚持认为这套房产就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邓家大姐对此提出了异议 她的直接证据是 目前这套房产的产权所有人是她的父亲 而不是邓家五弟 因此她认为这是父母的遗产 对此邓家五弟解释说 这套房产之所以在父亲名下事出有因 当年为了二哥一家能够从农村进城 他把房产过户给父亲 邓家大姐和二哥都否认 根本就没有五弟所说的过户仪式 可是邓家五弟在现场出示了当年过户给父亲的凭据 这个时候邓家大姐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我过渡我父亲 不会吧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现场律师对他们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解读 律师的观点让这场调解的方向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房屋它是以产权登记为准的 也就是说产权登记在谁的名下 按照我们国家的房屋产权登记的法律规定 它就是谁的 律师的观点让邓家五弟不得不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 来证明他对这套父亲名下的房屋拥有所有权 他拿出了一份母亲生前参与签订的一份协议 可是邓家大姐对这份协议提出了质疑 邓家大姐认为这并不是母亲真实的意愿表达 他列举了母亲生前对弟弟弟媳的种种不满 并引发了双方剧烈的争议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的时候 邓家大姐突然提出 他今天来争夺房产 并非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人私利 而是为了母亲生前的遗愿 我妈妈生前的手跟我说 一定千丁万主听着我 要给我那个侄子 就是我哥哥死掉了 我一个侄子比较可怜 没有房子吧 也没有工作 叫我跟他讨个说法 也会自己先讨个说法 邓家大姐说 将这套房产拿出来分割 帮助目前生活困难的邓家大侄子 这是母亲的遗愿 同时他也愿意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 无偿赠予邓家大侄子 对此邓家五弟表示 对于侄子提出的房产分割作用 他可以接受 我侄子我是非于考虑的 可以的 我能够接受 姐姐这边 不接受 不可能 我还是要争 我就要给我支持 邓家五弟的态度十分坚决 他坚持认为 这套父亲名下的房产 就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大姐无权要求分割 这时 双方都提到了父母当年立下的一份遗嘱 那么 这份遗嘱 能否平息双方 对这套房产的产权归属争议呢 我先确认一下 你说的是这份吗 是的 你确认是不是这一份 是这份 我妈妈给我的 在一两年前妈妈给你 大概是一两年前 1998年的11月5日 立遗嘱人是你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有坐落在本市某某处的 房改房一套 我们俩百年之后 该房产权由儿子 也就是由弟弟 按房改有关政策 办理继承手续 本遗嘱以最后去世者 为生效时间 遗嘱是我俩 神志清醒时所立 本遗嘱委托儿子邓贺群执行 这个遗嘱你怎么看 因为他们也说这套房子 那个产权属于他一个人所有啊 只是叫他协助办理啊 委托他办理啊 那不写得很清楚吗 委托办理 委托他一个人执行啊 就是他在单边比较方便一点 你是说并不代表说明 这房子就给他了 对啊 因为要不给他就是 某某某房子多少平民 这个房产权属于他邓贺群 一个人所有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对 你是说你爸爸和你妈妈 关键的点在这一句话上 该房产权由儿子邓贺群 按房改有关政策 办理继承手续 是啊 那这可能就意味着 这个继承手续 可能是所有子女的继承手续 对 对 因为说会他一人所有 你妈妈把这份遗嘱 交给你的手 是怎么 偷偷地给我的 她就说她把她的证本骗走了 然后我妈妈就说 她说你一定要讨个公道 这个复印件在这里 如果要不然没有复印件 你什么说法依据都没有 一定要给我这个指指 而且为我自己要讨个说法 好 你怎么看这份遗嘱 是归我的 你认为是归你的 归我的 好 当时这个离这个遗嘱我不知道 是我父亲母亲单独去的 历了以后才跟我讲 刚才大姐为什么说 这份好像是偷偷的母亲拿出来 交给她 不是偷偷的 我不知道 你这个东西 你并不知情 我不知情的 是历了以后我父亲交给我 你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份遗嘱 那个你完了以后 他叫着我 我现在是具体时间我就问 对我这个房子 我把医药 特别是你那个姐姐 其他的兄弟姐妹知道吗 其他的兄弟 我估计我哥哥也应该知道 我还问过你 嗯 你始终不住谁 我没多久还提到 父亲已经死了十七八年了 我现在连遗书都没有看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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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 你十句话里面就有八句是假话 是我假天在看地在看地 对对 好 我告诉你听 遗书真的没有看见过 当初我们为什么不肯过父为吵架了 因为我们就怕 以后就是我们跟他过父的时候 就是这一套过不来 后来我们就到公证书去问了一下 公证书就说 等你母亲百年以后 你就拿到这个公证书 就可以来过父 跟我们后来就同意 就把那个过的哥哥 当初就是我们 是说法律一直淡泊 我们不会去咬文绝子 我就拿到了那个 爸爸就给了我们这个遗嘱 我能不能理解为 在你们看来 有那份协议又有这份遗嘱 那这个事就肯定是定了的 我觉得是伤保险 本来是妈妈过失了 我们可以去过父的 我们觉得母亲刚刚过世 师父未海 我们提都没提的房子的事 那今天如果正好 金牌条件 我说这个事了结了也很好 我在这里表着 他还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始终就是尊重父母的遗愿 父母说这个房子给我们 就给我们 就是母亲有什么变动 我们也愿意就是相信 但是你要拿出东西来 对父母留下的这份遗嘱 双方解读的结果截然不同 武帝席提出 愿意尊重父母的遗愿 并要求邓家大姐提供有利的证据 邓家武帝也公开表示 假如母亲生前对这道房产的继承 有新的安排 他也愿意接受 我到现在我就是这么一句话 母亲父亲怎么说 我还是按照父母亲的意思来做 三件点很重要 就是你认为母亲的真实意愿是什么 你的证据又是什么 面对张婷的追问 邓家大姐不慌不忙 她今天显然是有备而来 因为在调解之前 她就向编导提供了一份 她母亲生前留下的视频录像 邓家大姐说 这段录像是在去年录制的 那么这段录像的内容 能够彻底平息 今天的房产纷争吗 就是去年大概四月份左右 就是我在买菜 他叫我来 然后的时候我就同一个朋友在那里 他说你赶快来 他们把我的东西全部一起拿去 他就想独登家的东西 你赶快过来 后来的时候我就同我那个朋友一起去 他说你把我这个东西全部录下来 母亲主动提出来 对 还有我有个朋友在里 我妈妈录音 就是说这个房子 就是你们大家都有份 我们先看一下 看完了再说 我怕静静了 一个网 我怕来找九七港 对吧 所以我就要录到 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 我现在的 多个年纪 我说倒就倒过 我这次我是不得被松疯过 不得松疯过变得 来发生成绩 在我这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问题 我 一群群药有好处 一拆锅 你各方面都要好处 谁能够解释一下 关于房子的说了什么 房子就说的不太清楚 这我妹妹就知道 后面已经跟我讲过 关于房子的大姐怎么理解呢 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 妈妈就是说 大家都有份 有这句话吗 我们好像没有 而且我还没有听过 因为前面我不费录像 前面开始录了一个多小时 全部都是讲那房子的事情 因为我不费港 所以把那前面那段呢 不知道放到哪去了 删掉了 你的意思是 妈妈的确有录过 绝对的 只不过现在可能找不到了 对 这个录像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请问 去年 4月 好像4月30号 但是在这个录像当中 我们就没有听到和看到 关于任何妈妈 对房产有描述 就在你们提供出来的 这一段当中是没有的 这就是我不费录音了 大姐我问一下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视频 能够证明妈妈的意愿 是吗 可以呀 她说的就是她家里吵架呀 所以把这个事情全部要 这段在现场播放的录像 引发了姐弟之间的激烈争议 邓家五弟认为 母亲在录像中的讲话 并没有提及房产的分配 邓家大姐认为 这段录像已经足以证明 母亲的意愿 并不是将房产继承权 让五弟一个人独享 刚刚在那个视频里面呢 刚开始的时候也说了 怕金金跟叔叔去 争这个事 其实我们也没说是争 他就说为了把这些财产 全部就是说分配好 他说让叔叔也不要吃亏 奶奶的意愿呢 就是这样的 大家就是说 都能受益一点 就是这个意思 小邓刚才听你的意思 是奶奶其实是挺心疼你的 也挺放心不下的 对吧 他当时也说过这个事 他说这个 如果这房子 他说你看叔叔或者婶婶 能适当的 能给一点最好 按照我奶奶这种意愿吧 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嘛 我还是尊重我姑姑的意愿吧 令人遗憾的是 邓家大姐提供的这段视频录像 并没有让人清晰地了解 老人生前对这套房产的态度 而那份双方存在巨大争议的遗嘱 又让他们彼此 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么针对目前出现的僵局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 这套父亲名下的房产 究竟该由大家一起来继承 还是为邓家五弟一人继承的 按照遗嘱的主要内容 我理解 还是由邓和群先生来继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写的 就是该房的产权由儿子邓和群 按房改政策来办理继承手续 那么他没有说 其他人来共同集成 他只是说到了 由邓和群 按这个房改政策来办理 刚刚大姐说的 有一点点的瑕疵 但是我认为 这点瑕疵还不足以改变 这个遗嘱的法定的内容 而且这份遗嘱是公正遗嘱 公正遗嘱在所有的遗嘱里面 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按照大姐说的 如果是您的父亲或者母亲 此后对于原来的遗嘱 要改变它的真实意识表示 必须要再次去公正出 再立新的遗嘱 以后面的公正遗嘱 来替代前面的公正遗嘱 否则这份遗嘱 它就是有效的 遗嘱继承高于法定继承 这个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一个视频 我觉得视频的内容 无论是否清晰 对这个遗嘱的继承 不能达到一个改变的目的 它起不到这个作用 哪怕是后面出现了 自输遗嘱 代输遗嘱 只要没有后面有新的 这个公正遗嘱 都不能代替前面的遗嘱公正 几位都是我的长辈了 按理说你们的应该很多 都可能做爷爷辈 奶奶辈可能都有了 对吗 其实今天为一套这样的房子 做的这个地方 让我们这些做晚辈的 都有点觉得很难受 姐姐今天显然 她是很有底气的 因为您并没有为自己的利益而来 这是您的最大的一个底气 即使最终法律上可以认可 你得到一部分 你也明确地表示 可以就出去 可能是基于这个底气 您觉得我可以理直气壮 我不得不提醒一下 您气确实可以壮 但是你未必能吃 您觉得母亲私下说过 两点 要么是给侄子 要么是大家均分 我相信您这个年纪 一定不会在这个地方说谎 其实天底下很多父母 都会有这样的意愿 为什么要这样 很简单 她终归结底 她其实只是一个目的 那就是希望自己不在了以后 自己的儿女们 仍然可以团结一心 仍然可以兄弟和母 她不会因为谁得的多 谁得的少 而心生怨气 而心生不满 不会因为一份财产 本来是一种好事 最后变成了家里的一个祸根 这不是母亲的初衷 母亲希望的是 自己百年以后 自己那个心疼的小孙子 有一个照顾 同时她也有一个大家庭 紧紧地围在她身边 而不是为了照顾她一时 这个家分崩离析 如果你们因为母亲的一点善意 最终导致你们兄弟反目 减弟成仇 母亲也永远无法安逸 今天在这个现场 你们每个人都非常明确地 异正词言地表达了 愿意尊重母亲的意愿 首先我要说大姐 你今天所有的做法 有没有成全父母 希望这个家庭和母 你说你蒸房子为了给侄子 你在这个现场当着侄子的面 贬损她的叔叔 你让这个家庭今后怎么相处 就算把整套房子都给了侄子 她今后感激你 她就只跟这个姑姑过了 她要从此要恨她这两个叔叔 那不就得恨 就好像唯有你这个姑姑 很像的这个侄子 唯有你这个姑姑是有亲情的 唯有你这个姑姑是孝顺的 你那么心疼你的爸妈 人家陪了你父母那么多年 他放到家里养 那怎么就能在这个现场说 又虐待又怎么样了呢 你这样说话的结果 你让你侄子在这个现场听出来 你让他心里边怎么想呢 我妈妈也跟我说了他的事 即使说了你不要从中去缘和这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你今天在这个现场你强调 你的方式方法和你的言行将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 提醒你们的是尊重父母的意愿 意愿是什么搞清楚了再尊重 不搞清楚的不要谈而皇之的 拿这句话来说事 调解正在进行的时候 场外突然冲进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邓家大姐的丈夫 他的突然出现 使得正在进行的调解不得不暂时中断 他要求邓家大姐停止调解 并试图带着他离开调解现场 邓家大姐夫为何会突然要求停止调解呢 对于这个答案我们不得而知 随后经过调解团队耐心的说服 邓家大姐和大姐夫重新来到了调解现场 一上场邓家大姐夫就对律师关于遗嘱的解读 提出了质疑 这上面写了什么东西 没有表明是他的 假如是真正表明他的 我们不会到这里来 规定是没有表明他的 那就是房产 父母走了 他带不走 手心手臂都是路 对不对 手心手臂都是路 现在带不走的东西 那大家多有份 当然据说从遗嘱的这个本身 刚刚大姐说的 有一点点的瑕疵 但是我认为 这点瑕疵还不足以改变这个遗嘱的法定的内容 如果有争议的话 可以到公众处去找寻这个档案当中 档案当中对二老做笔录的内容 公证员会问二老 你们的真实意识表示 我想在那个笔录当中 会比这个遗嘱当中的内容更加全面 更加清晰 律师再次详细地解答了邓家大姐及大姐夫内心的疑问 并为他们如何解决对遗嘱内容的意义提供了方案 调节进行到这里 对于房产归属之争 已经基本尘埃落定 然而 这套房产归属之争的背后 凸显了这对姐弟内心真实的恩怨纠葛 调节员百叶毅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 他迅速地调整了调节方向 针对姐弟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 与这套父亲名下的房产之争 他做出了新的解读和分析 因为财产表面上是金钱 但其实财产代表的是父母的一份爱 父母留下了这六十平方米的房子 他就是留下了这样的一份爱 这份爱是不是给予老五家独享 还是说这份爱 要让我们爱爸爸妈妈的所有的子女 都能够去感受到一些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种赤裸裸的经济 去转换成温暖的情感的话 大家应该会更好沟通 我们可以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真的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去弄得那么的冲突 那么的赤裸 今天来去说这个房产的事情 是不是说老五一家对妈妈就百分之百的好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或者老五一家就百分之百的不好 也不是 是不是就说姐姐付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私心 也不是 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去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说话 是因为我们自己很难去直接面对自己内心当中的那样的一种私心 不如我们把很多事情摆在桌面上来去说 父母有这样的一个房产 这不光是一个财产上的分配 可能也是爸爸妈妈在爱上的一种分配 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 我想可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冲突 那为什么不这样说 我真的受了很多很多的违选 我为了我的妈妈能够好好地活得自己的晚年 我从来没找过她吵过 当时我是要妈妈到我日子来的 你现在说你照顾妈妈养妈妈 我是抢我妈妈都抢不来 你知道吧 我非常的需要我的妈妈 我妈妈就是为了你 把她留在你的家 你现在反过冷算你养妈妈 邓家大姐满腹委屈 她说父亲去世后 母亲自己有退休资 并不需要子女提供善良费 当年她开了一个小店 原本打算让母亲帮忙照看 但考虑到五弟家里也需要老人照看 就没有坚持这么做 邓家大姐说 当年她设身处地的卫衣桌下 没想到事到如今 五弟非但不领情 反而指责她在赡养母亲方面做不够好 她原来顶我爸爸的气 她受益是最深的 父母在养她 我能不能理解大姐的话 其实你说爸爸妈妈在养她们这句话 真正的意思就是说 爸爸妈妈可能有在贴补她们 对 对吧 绝对的 好 还有一个事情 这是我一定要说出来 不说出来我真的很难过 我那个哥哥就是他的爸爸 是一分钱都没有 然后的时候我妈妈就到处求人来 要跟我哥哥办一个养老保险 我妈妈就跟我弟弟说要拿钱 她说你我等于是帮助你这么多年 我这是带工资的保姆 是吧 哥哥现在这样的事情 就是给他一口饭吃 他说你应该出一点钱 他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我拿了五千块钱 然后我哥哥他很穷 没有钱 他就跑去借了三千块钱 然后我妈妈拿的钱 还有我那个侄子 在外面的手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你对他们也有意见的 对 很有意见 为什么都是兄弟 你的心情到哪去了 我也不想去借钱 我只有拿四十给你们看 看了以后 就一切二组 我跟你讲姐姐 你怎样 我都现在 我现在认了 父母的退休工资 每个月多少钱 一千多块钱 人家还更熟就几百块钱 你就不对 哥哥呢 要是买羊毛保鞋 你应该要拿钱 行吗 我拿了钱呢 我不是没拿钱 妈妈告诉你 一半钱都没有拿 不真不真 但是你亲爱跟我说的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来这是刚才 老五这边拿上来的 98年3月13号 是一万一千元 你把有一张 还有七 然后98年4月25号 有一个六千多 谁付的这个欠款 这些欠条 全是妈妈 我婆婆 就是一直一直付给人家的 我跟你说 听良心说吧 听良心说 是我婆婆给的吗 是从我婆婆给的 都是退休的 哪里有钱 当时因为我们两个人 也是赚工资的 父母也是赚工资的 这些钱都是母亲 慢慢地还 你想一下 一个退休的人 她说是她妈妈还的 我们是在一个窝里吃饭的 这个账 我们也不能说 就是我给的 也不能说是她妈妈给的 吃妈妈的钱 妈妈跟我说了 全是我的钱 死无对症了 能死了 邓家大姐提到的这件事 邓家武帝予以否认 邓家大姐说 这件事发生以后 她就对武帝产生了看法 她认为武帝不顾念亲情 这是她对武帝最大的意见 也是她今天坚持要争夺房产的原因 对于邓家大姐的看法 邓家武帝表示否认 她认为大姐对她个人存在误解 在对待帮助邓家大侄子这个问题上 她其实和邓家大姐一样 都是愿意为生活困难的大侄子提供 帮助的 首先第一点 大姐是想告诉我们 每一个孩子都希望能够去赡养妈妈 对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妈妈和老五他们家住 其实是给了老五一家 很多经济上的补贴和支持的 对绝对的 还有一点是 你们姑嫂之间 是有矛盾的 也就是说其实在您的心里面是有一些 压着一口气的 为了能够让妈妈在那边生活得更好一些 您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 是 那这个和今天的这个房子有什么关联呢 肯定有关联了 我就是让我妈妈好好把她活了 所以这个房子我一直不去争了 也不去讲了 你问我弟弟 我说你跟那个就是我爸爸死的时候 我说只要你们分平了 我说我退出就你们就一起拿去都行 就是你们不要吵架 你凭良心我说过没说过 我相信大姐 今天大姐因为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表态是什么 我即便得到了我也都要给我的这个晚辈 大姐是无私的 但是我也想在这说一点 子女的赡养和老人身后的财产分配 不具有必然的联系 老人的财产分配 是根据老人的意愿完成的 而老人有没有财产分配给子女 子女都应该无条件的给予老人最好的晚年上的赡养 这个姐姐今天到这里来 她心里可以说是一种爆发 我觉得今天姐姐是很压抑的 她今天不是来增增一点房子的 她真的是今天是堵了一口气来的 其实在你们这个互相之间 你们是有亲情的 是有爱的 是在乎对方的 只是过去有一点恩怨 有一点误会 有一点没做好的地方 大家都想想自己 帮助别人 自己心态也很好 自己身体就好了 是不是希望姐姐 你真的不要那么痛苦 不要那么纠结 你这个弟弟还是懂事的 当年他最小 父母亲都贴补他一点 算了 我不怪呀 对对对对对 你都愿意帮他 但是他一点都不领情 我明白 我还背着一身的黑锅 你生气的就这一点 不领情 不懂事 背一身的黑锅 你知道吗 都过去了 小的时候都过去了 跟都老了 别纠结了 我觉得刚才听完这番话之后 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 更多的我想表达的一个词 就是领情 二哥一定要领这个情 那就是当初弟弟确实 不管是用他的功力 还是爸爸的功力 用他的这个指标 给你谋取了一套福利房 这就是福利 要学会领情 要学会感激 而弟弟这边真的也要领情 大姐把母亲接过来 他其实是更需要的 他有这样的一个 作为女儿的这份心意 想真心的去对妈妈好 因为女儿就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他把这些机会都让给了你们 而你们如果今天 不感念他的这样一份 他的这种对整个老人 对你们家族的这种谦让的话 他会觉得你们占的便宜 还在卖乖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 如果各自能够去学会 站在对方的角度看看问题 学会领情 之后他寄生出来的一份情感 就是感恩 互相的感激对方的话 这个家里面就会充满着一种理解 和一种关爱 这个媳妇 看到婆婆的遗像的时候 她哭了 这是个好媳妇 她跟随婆婆三十多年 她已经成了母女关系 场上的五哥 你也是个了不起的人 现在这些兄弟姐妹之间 条件 经济条件最好的 可能就是你 可是你一定要想想姐姐 姐姐也是个好人 你看在场上 她没有半句是针对你 或者是谩骂你们的语言 她从心里是感激你和弟媳妇的 二哥说到母亲流泪了 你们现在说起父母亲 你们还会流泪 所以我觉得你们都是孝子 你们的行为也感动了我 今天我觉得五弟 请你不要去误费你的姐姐 姐姐在诉求要分隔房子的同时 她真的不是为了自己 因为她想到的是最困难的侄子 这一场条件 我觉得房子分隔不是问题 我觉得最好的一点 就是你们的沟通要顺畅 要找回你们的亲情 千万千万 不要因为这个房子 把你们的亲情隔断 接下来进入密室条件 密室里观察员廖喜玉 和邓家大姐聊起了家常 邓家大姐说 过去他们姐弟之间心存芥蒂 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 敞开心扉的交流过 你可能就比较急嘛 而且你还有一点认理 你觉得对的就是对的 不对的你就喜欢来把它说出来 我真的为这个讲 真的是冷声 不好的已经是过去了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好 你对这个老五弟弟 你是有感情的 说着说着你就会哭 为什么 总把这一家人和和气气 和和谐现在一起 邓家大姐表示 通过今天的调节 她也意识到了 家庭和谐的重要性 对于这一点 邓家五弟也表示认同 邓家五弟说 过去姐弟俩之间的沟通 的确存在问题 他讲的一些事情 我就不太舒服 家家对于这男人的心 谈到这套父亲名下的房产 邓家五弟首先表示 他愿意拿出一部分给侄子 虽然母亲的遗愿 并不是表达的十分明确 但为了停止纷争 他愿意做出账 他考虑到将来房产过户 也需要对方配合 作为父母亲来讲 首先手贵都是肉 是吗 他哪个都想帮 如果真正要过户 也是很麻烦 明白 他不是很明确 他不是很 也是很麻烦的事 我也就考虑了 我现在我是认了 原先我做错的事 我现在来承担 邓家五弟表示愿意做出让步 但涉及到具体的方案 双方又产生了分歧 毕竟是我的兄弟 是我的姊子 我能够帮就是帮到这里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起码我一半的 对不对 那母亲的那一半 出来 这样我可以跟你协调 我就是大家平分 我那分给我自知 我就是要这样 平分是几个人分 三个人 我妈妈说的是三个人 双方意见不统一 观察员廖喜玉和宗月英 分别和对方进行沟通交流 那么密室调解结束之后 他们之间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吗 曾经为了房产之争 互不相让的这对姐弟 最终能否握手言和呢 答案即将揭晓 密室之后 我们还是首先来请各方表个态 谢谢你这么多年 这里的妈妈 姐姐有什么错的不对的地方 你多多有点 没有事 我跟我们都是父母的而已 我也是应该的 我跟你说 我也是可以帮忙 让他这个天 那个姿势挺可怜 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了 你们要好好照顾了 好吗 我要感谢新班条姐 帮我姐条件在这相当好 谢谢主持人 我心里的姐已经打开了 好 大家做好吧 任何一场有结果的条件 一定是选择了退让 才能达成一致 所以大家记得 对方的退让就好 我们还是请侄子说几句话吧 首先 站起来说吧 首先很感谢我们 金牌调节这个栏目 把我们家庭矛盾 都得到圆满的结果 那么 在此 很谢谢我们 叔叔 还有我姑姑 还有婶婶 还有包括我 我大叔叔 总之谢谢你们 在我这个事业最低谷 最困难的时候 帮助了我 资助了我 我一定会 就是说 让你们这个份资助 去创造 更美好的明天 更努力 去创造事业 来报答你们的恩情 俗话说得好 雪龙于水 一笔写不出两个凳子 我总是希望 大家家庭能和睦 最后 跟你们说一声谢谢 我把这份协议给你们各方念一下 协议第一条 双方同意调节后 将县登记在父亲名下的某处房产 进行重新分配 该房屋产权登记面积60.93平米 二 大姐 侄子 及其他当事人同意 协助将此房产过户给老五 房产办理过户后 老五同意 补偿侄子 人民币17万元整 三 双方共同承诺 今后互相关心关爱 积极沟通 多为对方着想 共同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 能接受吗 老五这边没问题 大姐 二哥 你们呢 你们结束 谢谢你们金牌调节栏目 为我们家庭解决了矛盾 谢谢 也谢谢你们做出的退让 大家都看到了 我还想说的就是 今天能够看到姐姐去主动走下来给予弟弟一个拥抱 弟弟能够去在很大的程度上给予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觉得这个真的让我们感觉特别的温暖 所以我希望兄弟姐妹从此能够握手 能够能够回归到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那样一种温暖的一家人的状态 好吗 我能做到 老弟弟也就是这个样子 该说的我就说的 也说说的 你也被监管 毕竟我是 是啊 那刚才我弟弟也是 其实我弟弟对我们公平也很好 今天不说出来 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知道有这个问题 拥抱吧 拥抱在一起 就是最好的 这一场一波三折的房产之争 在调解现场有了一个结果 来调解之前 他们精心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证据 都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诉求的正确性 他们都忽视了房产纷争之外 姐弟之间情感沟通不畅造成的隔阂 才是导致这些纷争的最终根源 令人遗憾的是 调解结束之后 我们得知 邓家大姐和五弟之间 因为房产过故等问题 又产生了新的纷争 我们常说 利益之争 常常会蒙蔽人们的眼睛 而彼此争执互不相让 则会加大心情的裂痕 而想要收获温暖的心情 唯有彼此互相理解 懂得千丈 而不是把利益置于亲情之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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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